Lio聊世紀 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一場高明人 這場比賽是拉丁美洲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哈布風 哈布風開局有兩個非常大的樹叢 外圍就像競技場一樣 非常多的樹木 這場地圖前期進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以看到什麼塔弓路線 也是常有的 但這場比賽兩邊都沒有選擇一個 塔弓現在優勢文明 只有選擇了印加人 印加人的話前期時候可以省一些 在更早期的版本 封建時代兵工廠科技 可以影響到村民的情況的時候 印加人算是當時最強的塔弓文明 變成步兵科技跟工兵傷害 都可以影響到塔弓的東西 甚至連步兵鎧甲都可以 薩巴斯丁這邊是選擇的印加人 印加人擁有食物消耗減免 非常多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出戰矛、老鷹 還有槍兵 都可以吃到這些截免 還有槍隊長、駝石手都是 那印加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這個布弓 布弓兵為主力 後襲才能轉這個槍隊長 當然大家老鷹也是可以打的 但是他的老鷹也是要到了帝王時代 有這個植物盾之後 要成為主力比較好 當然城堡時代也是可以嘗試試看 但是以相較其他的文明 像這個瑪雅或是這個阿茲 這個城堡時代的優勢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高米人 那高米人這邊的特色 是他有一碎農田 農田不需要把肉放到魔坊裡面 或是城鎮中心 而且他的房子是可以放進村民的 所以在這種比較難守地方的地圖的時候 可以在資源點附近蓋一些房子 隨時可以收村進去防守 相當不錯的效果 那高米人他的主力是重裝騎士 大象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奴炮可以是射兩發 所以有奴炮向路線 跟一般的奴炮路線 還有這個騎士路線 大陸馬路線 都是非常適合高米的文明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怎麼打 那這場比賽呢 是拉丁美洲盃的冠軍賽 最後一場比賽 也就意味著這一場比賽 誰拿下了比賽 誰就可以獲得冠軍喔 那塞巴斯丁在這個禮拜 已經拿到了海軍上將盃的冠軍喔 那這一次如果又打下 哈特這回場比賽的話 那他就是拉丁美洲盃的冠軍喔 那哈特能不能阻止 塞巴斯丁拿下冠軍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結果 好那哈特這邊是選擇了 十七春升封建時代 那千切的打法 還是比較像是阿拉伯的戰術 所以可以考慮打這個棒棒開局 或是攻兵開塔攻開 都是很好的一個策略 但是兩邊都沒有選擇打塔攻 而是選擇了一個正常開局 那高敏這邊前期開局 可能是要走落馬路線 因為這裡還沒開始挖黃金 黃金也沒那麼早下 軍銀甚至還沒補 這裡可以補一個軍銀 但是高敏這邊是可以無視十代 無視十代建築 直接下馬舟的 忘記不充這個能力了 突然想起來他是高敏人 所以他待會生十代史喔 也不用下冰宮廠 可以直接升級城堡十代 地王十代也是喔 只要你有一千肉跟八百黃金 就可以直接升地王 這裡公然還是下馬舟 馬舟下下去 印加人這邊趕快轉槍兵 先出幾隻老鷹 但是印加人的老鷹報來說 在前期是有一個很大的加成 封建時代的話 就有這個死無消耗的減免 出老鷹的壓力 比其他文明更小了一些喔 這邊要看一下兩邊的細節操作 好 兩隻毛筆在前面偷打一下 四隻肉馬 稍微流 丟不過去 正面圍得很不錯 但是 老鷹沒有辦法反擊回去 弓兵也是 弓兵過來打 很有可能被毛筆給反打回來 老鷹這邊的策略 是利用弱馬 當作前排主力 後面毛筆 反制弓兵 這個想法相當好 但是會很害怕老鷹 但是老鷹如果現在不去正面的話 但是沒有正面衝突 這個搭配組合 暫時是蠻強勢的 好 高明這邊是選擇了全肉單位 肉馬配戰毛 好 點下來一擊一射 黃金暫時沒有挖 全部都是開採 木頭跟肉 好 那鷹家人這邊是為了出老鷹 還有這個工兵 所以選擇了 老鷹配上工兵的策略 好這裡走進來 哎呦 但是一直騷擾 沒有騷擾他太多 欸這裡好一隻村民 毛兵有看到嗎 好右邊有補房子嗎 有 這裡開始補一些房子 待會有被騷擾 還可以收到右邊 好 硬家這裡補下了一擊步兵鎧 看來是打算直接用老鷹戳回去 那高明這邊組合 比較害怕 純步兵單位 像這個裝甲步兵 或是老鷹 都是可以直接正面 砍回去的單位 好 右邊本來想要出去 但是好像有點問題喔 這個要趕快圍起來 好 好高明這邊 主不動攻擊 拆掉了一個射箭場 哇這個 真的太強勢了 強勢到完全擋不住 這裡出毛兵的話 會變成肉馬打不贏 只能出工兵去點肉馬 因為老鷹很難打得贏肉馬 好老鷹上去 結果直接被老 肉馬給爆打 後面的工兵直接被 毛兵給吃光 哈特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西巴斯丁這一波陷入了危機 哇哈特這一波肉馬配 戰毛壓制得非常漂亮 勞鷹完全擋不住 好這裡繼續補 木 房子 擋住一下正面 這裡有點 走位失誤 好補下了四級 這裡可能要稍微買賣一下 那這裡到底要怎麼打 其實最好的辦法 應該還是繼續出老鷹喔 那可能要考慮轉一些毛兵 但是如果轉毛兵 又打不贏肉馬 這也是硬家非常難受的地方喔 不然就是要趕快轉出更多的射箭場 然後老鷹再繼續按 不然就是趕快升時代 出投石車或是弩炮 繼續防守然後轉槍兵肉馬 好 好 不是肉馬 轉槍兵防守肉馬 好哈特這邊也買賣一下 也準備要來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一次元農錢 經濟量非常好 但是資源上來說 哈特並沒有領先對手太多資源 只贏了大概100左右的資源 並加這邊經濟控制還是非常好 遠挖基諾算是遊戲贏面 一個很快的資源 好哈特這邊是決定也要來升城堡時代 前面的建築物一個一個被打掉 好後面又補下了一個新的軍營 好 哈特這邊點下了品種 好 好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小心 哎呀還是被點掉了 哈特這一波猛攻打得非常好啊 兩邊都打的一個正面防守跟正面進攻 都沒有走一個多線騷擾 現在哈特家裡過得非常安逸 好 醫生到城堡時代 硬家沒有開下城堡東西 反而是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還有一個修道院 但修道院在這個現階段來說 是沒有辦法打得贏對方的弱馬 或是毛兵這種東西的 應該說效果並不大 可能是要先拿來撿聖物 好 但是到城堡時代 哈特也是有所顧忌 對方的老鷹突然變身 就會很難受 而且一升級上去 老鷹的傷害會直接變成7點傷害 直接加3點傷害 非常多 哈特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升級一下輕騎兵 或是轉騎士 那這邊是選擇先轉騎士 輕騎兵沒有馬上先升 待會還是要補下輕騎兵的升級 會更好 好 看到這邊騎士出來 老鷹想回家 但陰勇士已經升級好 好 升級上去 血量加5低血 老鷹這邊稍微回頭防守 但是有僧侶 擋騎士相當好 這裡是一個預判 預判騎士會出來 我先防守 好 這邊跟蹤技術補下了 跑速中路提升 好 這邊肉馬往後溜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輕騎兵 扶人下去 還有40秒 好 右邊這裡會被流進來 賺個25目 好 撐到了 這裡繼續猛攻 但聖女在後面拉 後面騷擾 這裡要小心 低牆出去 毛兵可能會危險 但還好後面騎士數量夠多 這一波老鷹出去可能也打不太贏 而且如果震出去的話 後面這些肉馬 可能會過來包抄老鷹啊 好 這邊本來想要衝進去 抓生女 結果看到一隻落單村民 順手抓掉 哈特開局 優勢非常巨大 好 但是哈特這邊是賣石頭上去的 所以現在沒石頭 如果要開城鎮中心的話 需要買一下 但是這邊給的壓力還是非常大 這裡要補一個房子嗎 這裡修得回來嗎 木牆 哇好像有點硬 補一個木牆 再往後補 繼續擋一下 後面的老鷹往前 配生女 好 停下了前程更新 好 至第一隻騎士 好 這邊哈特也是轉出了生女 但是生女後方 防守空洞 但是老鷹即時回救 暫時應該沒有問題 洛馬往前 想要直接硬上 但是這一波哈特失誤了 送掉了自己的洛馬群 親起兵直接損失掉 這一波沒有打到生女 反而自己損失所有的洛馬 這一波有點尷尬 哈特這一波硬上的話 騎士勢必要損失個幾隻 老鷹也直接往回防守 好 這波順利收掉兩隻生女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生女 然後是一個女活的下來 硬家在裂補下成聖思想 哇 哈特這一波好像被反打回去了 這裡要小心啊 騎士數量要再繼續更多一點 現在雙方誰都不敢開城鎮中心 因為一開城鎮中心 肉可能就不太夠 就去出騎士跟村民 好哈特這邊可能要趕快轉一下 一擊農田 兩邊二擊伐木 都沒有辦法很好的補下 好 這邊用毛病解掉了生女 好這裡繼續用生女 反召回去 這場是拉蒂美洲杯 最後一場比賽 哈特目前暫時 村民優勢 來到了石村 好就補下一集農田 好 哈特這邊 又是慢慢打出了 但是這裡一隻騎士 從後面偷偷來啊 哎呀這隻肉馬可能要沒了 村民要不要收一下呢 好但正面有動作 哈特這邊 招翔 招翔到了一隻老鷹 第二隻生女往後拉走 但是硬家這邊的生女數量實在是很多 趕快再招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把招翔的騎士拉走 但是正面好像開打起來 這裡打下去對哈特來說相當不利 薩巴斯丁用大量老鷹直接突破了騎士防線 後方生女腰致第一 完蛋 正面開始潰不成軍 騎士完全擋不住老鷹的衝鋒 好趕快把這個招翔的騎士拉回來 但是直接被騎士給砍死 生女又沒有做到更多的效果 哈特這一波反打有點尷尬 現在村民算是領先 但是剛剛有一隻騎士 偷了幾隻村民 家裡現在村民處 並沒有領先太多 領先了五村 直接在前面補撐的東西嗎 欸這個要趕快刪除 地基 回收 剛剛賽巴斯丁要是攻擊地基的話 就直接損失270目了 好險沒有 但賽巴斯丁這邊的生女數量太多 好村民現在有點難蓋出來這個城鎮中心 好這一波收村 賽巴斯丁反打得非常漂亮 收村之後趕快射生女 好騎士一出來又被招 哇又被招走了一隻 後面的騎士努力擋 但是感覺擋不太住 老鷹的無情狂飛 印加人的老鷹飛 飛到哈特生活 又很難治理了 現在只能收村的收村 逃命的逃命 你只要轉更多肉馬 好 解掉了一隻生女 但是一直收村的情況下 就意味著 哈特就沒有辦法轉出更多的肉馬 好 賽巴斯丁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 好 賽巴斯丁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 這裡可以考慮轉衝車或是挖石頭 蓋寶 壓制哈特更多的軍事或是經濟 好 印加這邊點下了救贖思想 直接招前線的建築物 馬舟啊 或者是射箭場 這邊都可以開始來招想一下 好 這裡打算來打一個BD 從後面溜出去 騎士見正面打不贏 好 這邊要趕快繼續按村民 村民處有點越差越多了 兩邊村民處持平 那如果按村民就意味著不斷按清起兵 好 開始招想馬舟 好 清起兵放出來 兩刀一隻 三刀一隻 來 再來 再繼續砍 砍僧 哇 這裡僧僧死了很多 哈特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最後還是剩下三隻僧僧 好 後面這一坨 騎士也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好 有多戳抓幾隻 印加現在的經濟有點慘 只有45吋 但是正面軍事 哈特是暫時打不贏 印加著正面部隊的 這裡騎士要是可以再做到更多的效果 哈特會比較穩 但是現在連正面都快要打不贏了 好 從車慢慢頂掉前線的建築物 好 上面騎士之低 好 兩隻僧侶 慢慢數量回來了 但是哈特的黃金有點爆炸 太多人在挖黃金了 還是要去後面開城鎮中心或是開伐木場呢 這樣經濟失調的話很危險 好 輕騎兵沒有控好 沒有第一時間攻擊僧侶 撞到老林的臉上了 好 兩隻僧侶幫忙補一下騎士的血量 這隻輕騎兵沒有控好 要置低了 唉唷 好險 沒有被招響掉 好 上方的黃金抽名 開始往下 開始伐木 但是下方的馬就也危險了 好 這裡用輕騎兵看到僧侶往前 收掉一隻 欸 這隻沒收掉 哇 招響右邊的 但是下面這隻 生侶應該也是倒地 好 最後兩隻輕騎兵都被招響掉 但是老鷹的狂飛又要來了 二十幾隻老鷹 騎士數量明顯不夠 生侶招響老鷹 一隻都沒招到 因為老鷹本身就有抗招響的效果 而且打生侶超痛 哇 老鷹這個單位 真的是太難解了 好 又收掉了一隻生侶 第二隻上來 再繼續砍 哇 又砍掉 這一隻輕騎兵無雙 砍掉兩隻生侶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生侶過來 騎士只能往後走 騎士在這邊打得很別扭 要一直防守對方的生侶 好 後面補了兩隻馬就繼續爆嘛 還是要爆一些輕騎兵呢 好 老鷹往前 這一坨村民 危險了危險了 收村收村收村 這裡不趕快收就完蛋了 好 上方也是有一個多線進攻 這裡的衝車一直在偷打 房子啊 但是正面好像快要擋不住 哈特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下面騎士一個很好的BD 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一個收村 哈特雖然正面快要擋不下 但是後方這個BD打得非常好啊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賽巴斯丁家裡直接爆炸 好 家裡的壓力稍微變小 果然關鍵還是要打多線啊 好 這邊截掉一些生侶 這一波讓哈特的村民處 開始拉開了距離 三七村對六十六村 賽巴斯丁的優勢非常巨大 不是 哈特的優勢相當巨大 但賽巴斯丁正面的火力 是比哈特還要猛的 但是只要城鎮中心不解掉 就暫時無解 可能要轉一些頭石車之類的 慢慢消磨一下城鎮中心的血量會更好 好 後面騎士終於要被解光了 賽巴斯丁後面黃金 終於要挖乾了 這一場比賽 兩邊應該都是壓力非常大了 最近這一戰 就要決定 誰是拉丁美洲杯的冠軍 兩邊的壓力 都來到了最高點 好 這時候硬家 賽巴斯丁突然想通了 你一直從我後面來 那這次換我從後面來 我就看看你後面經濟有多好 那如果這一波被抓到的話 很尷尬 哇 這裡青騎兵從左邊 挖礦 騎士過來 但是如果騎士也過去 老雲從後面飛進去 哈特家裡無人防守 哇 這些聰明應該是逃不了了 哇 死傷有點難受 好 房子可以稍微躲下 好 騎士直接飛進來 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是地上到處村民的屍體 但是哈特家裡也是同樣的情況 好 這一坨生女加老鷹 看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這裡不打個一波 賽巴斯丁可能就要投降了 好 生女遭翔 能夠遭到嗎 沒有辦法 三隻騎士要來直接打石頭上的村民 賽巴斯丁沒有放棄 這一波老鷹衝進去 一定要抓很多村民 不然哈特可能要拿下比賽勝利了 村民術已經來到了 70村打27村 聰明差距一倍起跳 好 三隻騎士 被迫拉走 家裡四隻勝率 繼續擋住 好 問題回到了 哈特身上 這麼多的老鷹加生女 該怎麼擋呢 好 這一波 騎士應該不會被招降 好 左邊騎士 兩邊對打 切騎兵想要直接往前 這個有點怪怪的 好 抓掉了幾隻 一隻騎士出來打架 OK 這個馬就 被控制下來了 這一波要直接往前 賽巴斯丁 順便應戰 騎士數量只有15隻 對上26隻的老鷹 後面還有生女在著想 這一波看起來是打不贏的喔 哈特好像衝動了 這一波衝動 好像要被翻盤 賽巴斯丁 大量的老鷹 還有20隻 20隻老鷹 只要再繼續保存下去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哈特這裡沒有收村 但這裡又三隻騎士 偷抓到了村民 現在要全部按老鷹 直接飛掉哈特 就算贏了 但這裡 還有三隻生女在後方 哈特這裡的木頭有點炸裂阿 上方這裡的騎士還沒有解掉 我覺得要先把上面的農田給控制下來會比較好 木頭一揪炸裂 這邊一直想要找個機會 出去種田 老鷹再次飛到農田裡 哇 高明這裡被印章弄到生虎法治理 好老鷹再進來 來 哇這個老鷹好煩 生虎又過來 收村 面前兵退 薩巴斯丁生虎控制得太漂亮了 現在生虎左右包夾 這邊再著想一下 看單位擋住 開始手勢農田吧 喔這裡有可能要收村 好薩巴斯丁現在 努力守住上面的農田區域 這邊老鷹一直有在偵查 看你後面有沒有 在暗村民偷偷種田 那現在 薩巴斯丁現在也不會打輸 因為現在軍力上 哈特還是沒有辦法正面打贏 現在想要正面打贏的話 那右邊這一坨老鷹加生虎可能要找個機會解掉 解掉的話壓力就會小很多 這邊老鷹一直在巡弱 確定一下野外沒有農田 沒有農田 我就不用擔心你的肉夠 就不用擔心你再繼續屯更多的騎士 或是肉馬 雖然哈特這邊村民處領先很多 但是有很多村民都在房子裡面 沒有辦法正常的工作 好這一波老鷹衝進去殺老 但是看到騎士過來選擇拉走 先起兵上前 但是老鷹防守很快 好左邊又一波老鷹飛了進來 好左側少量騎士抓到了挖金礦村民 薩巴斯丁村民處又要再次下降 哈特這一波輕騎兵抓到了一隻僧侶 好神聖中心這裡又有更多的老鷹飛了進來 輕騎兵最後還是拿下了僧侶 右邊的僧侶終於搞定 哈特這邊要找機會 把騎士給穩定下來 但是這一次賽巴斯丁不演了 就是要飛進去 一波帶走 好但是看到全部村民都收村 還是選擇拉走 這四隻騎士屠殺了二十隻村民 賽巴斯丁只剩下二十二村 好這邊想要繼續繞 好現在賽巴斯丁沒有黃金了 但是依舊不投降 有可能能逆轉嗎 賽巴斯丁的軍力現在是有三十一隻 騎士現在是十一三隻 以騎士數量上來說 是完全打不贏這坨老鷹 但賽巴斯丁還沒有放棄 好找到了騎士 好衝車來了 這裡終於要一口氣 拿下哈特 好看到這裡村民很多 要直接往前飛嗎 這裡選擇了抽村 上面有些村民怎麼往下種田了呢 好這三隻騎士繼續繞 往右邊這個木頭須繞 好進來了 趕快圍 哇好緊張好緊張 哈特好像也快守不住 這些村民現在沒有房子可以躲 要直接拉村民去打架了 不行不行 村民不能打架 還是收到旁邊的房子 房子也是人買為患 哇哈特這裡快要擋不住 騎士很難擋 肉馬過來被招翔 等著招生旅 招騎士 騎士招到了一隻 肉馬砍掉了一隻生旅 衝車這時候載人往前 加速往前衝刺 騎士正面硬扛 聰明放出來 趕快用拳頭打掉衝車 好騎士繼續努力守住 最後的防線 好這裡趕快把村民收進去 忽然要被老英給全部抓掉了 這裡收村來得幾嗎 哈特加里一團招 哇這一波 賽巴斯丁 好像要逆轉勝了 村民差距快來到三倍 的時候 賽巴斯丁 村民數慢慢回農 來到了31吋 老英數量慢慢穩定 哈特村民直接被帶走了一大堆 哈特還能夠逆轉嗎 現在只能全部收村 好像已經放棄了 一隻騎士都沒有 賽巴斯丁看來要拿下比賽勝利了 哈特應該現在很崩潰 前面打得這麼穩 結果現在好像 不穩了 哇這個看起來是無救 沒有辦法擋得住 老英 現在要守勢城市中心也不是太大問題 畢竟二級的步兵甲 遠距離防禦率是5點 雖然告明有二級射 射老英還算是稍有傷害 但是 雖然這麼多 拆劍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好 直接手撕TC 下方老英抓到了在野外的村民 現在老英到處鴻飛 盡可能的想要抓掉哈特的村民 哈特這裡不想要投降 分數剛剛領先1000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落後了 好這時候哈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硬家賽巴斯丁 拿下硬 拿 拉丁美洲的冠軍比賽勝利 哇賽巴斯丁真的是太強了 拿到了海軍上將盃的冠軍 現在拉丁美洲盃也拿下了 拿到世界冠軍 也要分風水輪流戰了嗎 賽巴斯丁感覺在今年 有望可以跟Viper 道特還有塔套還有Hera 這幾位頂尖高手爭奪世界冠軍 感覺賽巴斯丁這幾年來 就明顯增強的感覺 這個冠軍拿下的次數開始變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哈特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資源甚至贏了大概7000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資源贏這麼多 卻還可以丟掉冠軍 這個就是老鷹最難打的地方 老鷹配生女 那騎士就沒有辦法很穩定的輸出 甚至被招強又很難產 老鷹數量一多起來 也是可以打得贏騎士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